你姐姐不用急着我们好演 记住啊 中间连接的地方一定要顺 距离半步的手一定要停下来 否则就收不住了 下面有请第三组表演作品 《望悠玲节选》片段 金银演员顾玲 叶贤歌 助演苏子安 加油 加油 快去吧 爐贝 要痛痛越好难受 鱼儿乖 再忍一下 她一马上就来了 娘娘 御医都被皇后娘娘叫走了 奴婢一个月也找不到呀 爐贝 爐贝要痛痛 我去找她 皇后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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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 鱼儿真的冰得很重 你快去看一只看看她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可是本宫的何静公主也是 好的 精彩的表演呢 已经结束了 那么首先呢 让我们先有请我们的助演 苏子安小朋友先去休息 那么同时呢 让我们响起掌声 有请我们的两位演员 顾林 叶贤歌 来到我们的台前 有请 好 那么首先呢 请我们的导师 为他们的刚才的表演呢 进行一些点评 就行 首先呢 我想说 你们在表演过程中 出现了非常大的失忆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你别约我不知道 是你下毒害了一样 是你 娘娘小心 走了 你继续 把大家都知道 说出来 我没给你 先说出来 我不过 是我们日子 没完 我一杯 我们下午 吧 我们下午 这一瓶子 也有完了 我们下午 我们下午 这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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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说两句吗 其实从演员席这个角度看的会更清楚一点 叶贤哥冲过去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大问题 是抓手那一段戏没有表演好 应该是两个人配合的还不是很默契 不是叶贤哥一个人的问题 确实啊 这两个不认识的人在一起配合是会不默契 以后多注意这个问题就行 第一次看叶贤哥表演还是可以的 挺有灵气的啊 一次的失败不要紧 再接再厉 谢谢陈子 好 那么感谢我们各位老师的精彩点评 那么也有请我们两位演员 先暂时地回到台下休息区休息 有请 帮我查一下 最近顾琳还有什么商务活动 万您告诉我 顾琳 你真的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 那又怎么样 谁看得出来呢 就连那两个废物导师都看不出来 观众更看不出来 叶贤哥 咱们走这条 爆料 昨天我在演员上前出现场 我Y线选顺流量实在太高 直接走上跑掉 Y线选顺流量不就有点嫌疽吗 这些演员好了 他演的场是准备的吗 我也在现场 昨天是演出事故吧 我觉得是他发到不懂的 其实演员不错 他之前可以受伤 好像挺严重的 最近连读一号 我们今天就关心 安儿了 安妮真的演得很唱 我觉得妈咪也从车会 几集的朋友演戏 果然是安儿了 你最爱我了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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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话你要大学习 什么 不如 也以为事实都能如你愿 等等 我很多商务活动都被五步取消了 是不是你做的 是 你 你为了叶贤哥 你最近十几个活动 我只取消了你一半 算是给你的警告 如果你再玩那些不入流的把戏 我保证 你一个通告都接不着 你自己在家吗 只有你自己在家吗 对啊 爷爷在玩自己玩玩 把我自己在这 为什么不带我出去太麻烦 怕我背着去 你好像不太开心了 今天遇到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 还是家里那些事 母亲给我挑选未婚妻 父亲也给我挑选结婚人选 虽然我已经习惯了 但总盘学得很无奈 给你选了也有什么用呢 反正有我在 谁都不想靠近你 吃饭吧 嗯 那别拿我了 没什么值得伤心的 我已经有家了